街背森嚴的總統府前 身穿黑色背心的男子 騎腳踏車召集過馬路 因為他接到嫌犯威脅電話 聲稱和他女婿爆發進行糾紛 要他拿錢贖人 被害人二話不說 領出白花花鈔票付贖金 詐騙集團要男子把錢 放在總統府前公園內 垃圾桶旁的燈桿下 過沒10分鐘車手現身 取走被害人50萬老闆 警方調位監視器 鎖定車手行蹤 最後在旅館逮人 逮途詐騙64歲同性男子 深深女婿投資失利 要求付50萬元才放人 孩子來同伙扮演女婿 哭喊爸爸救我 沒想到付完錢後 聯絡上女婿 她好段段在上班 才驚覺受騙 詐騙老梗層出不窮 這回還選在總統府 前方空地支付贖金 遇上遠景 每兩小時排班站崗 維持周邊治安 她精心挑選公園內監視器 死教取贖款 沒想到一舉一動 仍被掌握難逃罰網 記者楊潔 陸雨昕 刺步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